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大家的是,好莱坞大片中的宏大的场景并不是所有用三维来完成 有很多是借助我们的Mathfinting加2.5D的投射这门技术来实现的 当我们完成一张Mathfinting,我们如何让它在摄像机前面形成动态的画面 这就要借助2.5D的投射,把我们的Mathfinting投射在三维的空间中去 来实现我们真实而丰富的视觉画面 这样大大节约了我们时间的成本 也方便我们在后面随时的调整和改动 对于绘景师的要求 不仅仅是只能绘制出一张精美的图片作为背景 那么也要求艺术家们能够熟练掌握这门2.5D投射的技术 来适应大片大镜头的生产 根据想入行和刚入行的朋友们的需求 我和创意齿轮合作推出了一套Nuke 2.5D投射的基础教程 教程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平面投射 以一个自然风景、城堡、Mathfinting为例 第二,三维模型投射 以一个科幻城市的Mathfinting为例 包含了更多的Nuke合成技巧 第三,Nuke摄像机跟踪 以一个完整的实力来揭示电影特效中 怎样使实拍片和三维虚拟模型相结合的技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 让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一起研究 领取相关的学习资料 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Nuke的软件的学习 我们这个Nuke的软件呢 是从它的官方的网站上下载下来 非商业用途的是免费的 跟我们在公司里面用的商业用途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 对这个软件的基本上的学习 我觉得是足够了 它可能没有那个公司里面那种很多的节点 或者是能输出更大的4K啊6K的高清的图像 但是呢,对于我们Mathfinting的学习 这个流程的掌握是没有问题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界面 我们先对它的界面上有一定的了解 首先 看我这个白框框 黑的黑色的中间有一个白框框 我的鼠标移动的地方 我们所工作的图片就会显示在这个上面 在它的下面呢,看我鼠标拖移动的地方 在它的下面就是我们节点的操作平台 叫Node Graphic Nuke的软件呢 它的操作是通过不一样的节点 结合在一起 然后来达到对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图像的改变 对我们图像的这种调节 好,我们来看一个最右上角 有一个方框 中间有一个箭头 在这里有一个 打开了以后 有几个我们最基本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这个 R,Read 我们点击它 然后就是让我们读取一个我们所要读取的文件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刚开始创建好的一个MudPrinting 我们来读取它 Open 好 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图片上 就在这个节点的操作空间 操作区 操作区显示出来 怎么让它显示在我们的这个窗口里呢 点击它 点击1 你看这里有一个视窗 叫Viver 就是我们的视窗 我们点击1 你看它就跟这个 它就跟这个节点就连接起来了 它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 小的屏幕上 这个这个屏幕 这个Nuke的主要的图像的屏幕上 我们点击1 就跟它就跟这个连接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在它的窗口里面看到这个图像 好 大家看看右边 我们的右边 右边上面 有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的具体的信息 告诉了我们这个文件 它存在哪里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它的 它的大小是多少 它的图像的这种大小是多少 然后呢 它告诉我们这个图像默认的是什么样的格式 就是有一些它的基本的信息在这里选择的 这个右边的这个工作区间的工作区域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点需要调节的参数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节点需要调节 自身的调节 然后配合在一起 我们的最节点的调节呢 就在这个右边的这个区区域里 我给大家随便 随便就是 比如说 我们再找一个 我们再找一个 比如说Wweight 写入 你看我们再点一个 这个黄色的框框里面 就是输出 对吧 这个 这个 White 就是 我们做完了以后 我们要输出我们的文件 我们首先要标明它的路径 它 我们让它存在哪 我们要储存这个文件 是什么格式的 是JBag格式啊 还是Exer格式啊 还是Tiff格式啊 就是这个 需要我们 要怎么样 来 给它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给它一个 在哪里的路径 然后渲染 你看Render 这还有个渲染 因为它只有一帧 对吧 我们现在只能渲染一帧 大家看 我们 它这里写着渲染是 1到100 那证明 我们的这个时间轴 是1到100 它就渲染出来了 我们这个 1到100的这个时间轴 这个是个单张的静止的画面 如果我们 是一个动态的这个视频 它就会在我们时间轴上动 你看 按住播放 它就会播放 我们逐针播放 逐针播放 然后后退 后退播放 后退是模式播放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轴 然后呢 我们 在这个 我们把我们的鼠标 放到我们节点的操作平台上 放在我们节点的操作平台上 我们点击S 好 点击S 放在我们节点的平台上 节点的操作平台上 不是视窗 是节点的操作平台 看我鼠标滑动的地方 是这个 点击S 在右边 就显示出来 我们这个叫 Project Setting 就是你像 你这个 你这个项目的启动 比如说 你的这个项目 它的输出格式 你要给它设定有多大 你要给它设定是多大 你要给它设定是什么样的 它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基本的信息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时间轴 是从1到100 它的这个每帧渲染是24格一帧 一秒钟24格 然后呢 它这一些基本的参数都会显示在这里 所以右边的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基本的这种参数调节的区域 好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按住1 就显示在了我们的这个视窗上面 在我们的视窗的上面 我们这里有 LGBR LGBR Alpha 还有这些的一些参数呢 是什么呢 给大家一一介绍 LGBR 我们普通的基本呢 就是自默认的就是LGBR LGBA的这种格式的图片 我们是默认的 它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Photoshop里面这种色彩的通道 红色的通道 绿色通道 蓝色通道 还有一个Alpha通道 就是我们的透明的通道 大家点住把鼠标放在这个视窗 放在这个我们的视窗前面 我们按一下A 我们会发现黑的 但是我们是因为在这里 你看 我们按住 你看 我们在这里 按住A 看到显示的地方没有 它因为这个图片 只有LGB LGB格式 没有Alpha通道 它的Alpha通道 是黑的 我们点击住这个视窗 按着A 它是黑的 我们找一个有Alpha通道的这个图片 我们储存过Tiff 我们把这几个文件调出来 好我们这几个文件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山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按住1 我们按住1 我们的视视频 我们的这个窗口就显示出了我们这个山 对吧 显示出我们的这个山 我们按住它的 我们把鼠标放在它的视窗上 点击A 来查看它的Alpha通道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你看它自动就 就到了这个A这行 我们比如说我们按L 它的红色 红色这个图图像的通道 Green 就是我们绿色的图像的通道 这个就是我们蓝色的图像通道 我们Alpha就是我们A就是我们Alpha通道 我们在它的视窗上点击它 就可以切回到它的正常的RGB格式 你看这个就没有 我们点击它 它就是黑的 好这里是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了 然后大家看这个有一个F一片一巴 这就是我们调节我们的曝光度 为什么呢 要用这个呢 因为有些啊 我们有些Modpending的话 有些场景的话是晚上 晚上的话 我们不是让它一团漆黑 我们要让它黑暗里面有很多东西 有时候不方便观看 有时候要去做很多东西的话 不方便观看 我们会把它打亮一些 来操作这些 来操作这些暗部的东西 大家一看 这里变红了 对吧 因为我们对它有个操作 它这里就变红了 我们按一下 它就回来了 它就回到原始 原始的这个一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 又回到我们刚才 再按一下 又回到原始 对吧 然后呢 这个Y Y这里 也是 我们要 我们主要是 我们也是主要 检查它 它的高光 高光里面 把它都关掉了以后 我们检查它的白部是不是有东西 有信息存在 白的 在电影里面 在我们的电影里面 就是输出的话 一定不能没有信息 不是一个白点 一定要让它看到 里面是有内容 有图像信息的 看我们再点一下它 回到原始 再点一下它 回到刚才 再点一下 回到原始 你看 我们这里面 在 您在这个上面看 可能是一个白的 一个白的 但是呢 你把它关掉 慢慢慢慢 你看 我们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信息 出来了 就证明是对的 好 这个给大家介绍完毕 然后呢 Nuke之所以强大 它不仅有它这种方便的2D的视窗操作 它还有我们的这种3D的这种视窗的操作 那怎么来操 那怎么来看一下它的3D的这个视窗呢 我们把鼠标放在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视窗上 视窗就是我们的图像的显示的视窗上 我们按住 我们按TAP 看我的这个右下角显示我的快捷键 TAP DAP TAP 你看我一按它 我就切换到了我的3D的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在我们Modpainting 通常会在3D里面建立一些 我们投射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输出我们的2D格式 渲染出来我们的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镜头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操作的基本的流程 我们再按着TAP再回到这个3D 大家看我们怎么操作这个3D的这个视窗呢 操作这个视窗非常简单 Ctrl Ctrl的键不要松 鼠标右键 一直按着看我的这个 看我的右下角 我有快捷键的显示 Ctrl 右键按着 左键按着 左键按着 然后 鼠标不要松 你的鼠标在你的这个桌子上移动 你的视窗就会跟着旋转 你就会很好的看到你3D不是二哥不是大哥是3D 你就会看到你的3D的这个模型在你的视窗里面旋转 你说我想让他近一点 我在这比如说这个几何体在这个3D的这个场景里面很小 我想近一点看 怎么看 我想给他拖近了 好 按住Alt 鼠标中间滑动 鼠标中间有个小轱辘 你按住这个 你把这个轱辘给他滑动 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右下角显示的是什么 鼠标滑动 对吧 你看你不是这样滑 你鼠标滑动是你的中间这个小轱辘的滑动 按住Alt键 对吧 你就可以zoom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缩发 然后跟Ctrl的键配合着用 你看Alt按着Alt按到左键 按住左键 也是可以是可以上下这样移动 滑动就是缩放 按住左键上下移动 按住Ctrl的键 加左键就是旋转的移动 旋转的看 无非就是控制他 无非就是Ctrl的左键旋转 Alt左键上下 Alt鼠标滑动 缩放 就是三种 好 3D场景 这这个Nuke在Nuke里面的我们也介绍了 我们回到2D 好 现在呢 基本上我们的几个操作界面都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基本上用到的MathPainting就是常用到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界面上操作的就这么多了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我们第一个阶段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节点 点击 再关上 做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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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